哈囉大家好我是滴花 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1007失化 微微沒有被綁架 後300戰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也歡迎加入的DC一氣討論海賊王 標題 馬克3 標題指的是 戰逃完釋放50個和平主義者幫助逃脫 看來蛋頭島要接近尾聲了 魯夫和索隆留了下來 而其他人都在尋找貝加龐克 以這個節奏來看 魯夫和索隆的對手很有可能就是黃源 但更合理的說法是 就是想把這兩人湊開 讓那些去找貝加龐克的人遇到外面的黃源 讓黃源好好表現一番 這兩種都是很合理的 波尼在某種記憶世界中 他看到了年輕的大熊被虐待 這應該是呼應波尼碰到大熊的泡泡後的劇情 這看起來算是個大熊身份大進展 剩下來就是奴隆 微微與摩根斯、瓦爾波在一起 摩根斯想寫一篇 草帽團如何綁架貝加龐克的文章 看來微微還沒被綁 摩根斯真的是罪惡根源 什麼都要亂寫一下 我以為最後會不會逃脫成功 我認為取決於來救他的人的實力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